11月25号 徐先生和妻子到萧山锦陵云贵院小区看房子 他说当时只有13楼和4楼的房子可以选择 两套房子的价格差了不少 差了有17万多 就是13楼贵 13楼是319万 然后的话 4楼的话 说好是301万的 这要买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职业顾问出去以后 回来跟我们说房子没有了 301的房子没有了 然后404 305万这个房子 徐先生介绍 当天他签了一份认购协议书 支付了1万订金 晚上到家后 家人听说了房号 觉得不太合适 我们那个回去以后 就是回去 晚上回去了以后 就是家里人说这个404太难听了 不好的 两个事嘛 就我们那边说法就不太吉应了 有协议不太好 那音乐里面还导人没发 还是发呢 发财 我们家里我老爸老妈就是钱是我爸妈出的钱 然后我爸妈不同意这个东西 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个家里可能会对这个事成 我们本来是不介意的 我们当时嘛就觉得毕竟价格相差那么多 对吧 徐先生说 遭到家人反对后 当天晚上他就联系了销售 希望换一套房子 开发商那边没有同意 你觉得为什么他应该同意你换呢 收房合同也没签嘛 只是个购房意向书 那我们现在就是买房也是大事嘛 确实如果他们13楼有房源的没有卖出去的情况 我们也愿意加价买13楼嘛 我觉得这样是可以沟通的嘛 因为我们也不是说不买 对不对 徐先生希望记者帮忙沟通协商一下 来到锦铃云会运售楼处 五名男性工作人员齐刷刷地站在门口 说是不让进 经过沟通 一位工作人员走了出来 您要么就是联系方式先留一下 到时候我们会跟您联系的 我们过来想希望帮你们调解一下 怎么就是门口都拦着 是你们里面还有其他事情吗 我看还有警察在 对 我们现在在处理其他的事情 因为无法进入售楼处 记者通过电话跟徐先生的销售进行了沟通 你们那个时候是订下去了这个房子 我是这样子的 我说我跟领导这边去沟通 但是行还是不行 这点来讲的话呢 我没法去给你保证的 那现在告诉的是两套不能换的 其他的有没有能换的 这个东西我目前来讲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我会尽量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说的话 因为你也知道我也是这个员工 对吧 有些事情来讲的话呢 我可能也不知道你们 陆生的一个大户 但我可能会跟领导这边上报 工作人员记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徐先生打算先等等对方的回复 记者离开售楼处前 又有几位民警到达了现场 并进入了售楼处 1818黄青眼记住报道 资订阅 那我 Work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